你可以用這個應該是一列 然後三藍 你可以這邊給一列 因為他這個橫向 你知道你可以用表格的方式做排版 因為 這個我講過ASP 這個單列車環境他本身不是主要以那個 排版為主 所以通常的話他只有最基本的排版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給他一列然後這邊給他三藍然後再把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邊加入一個label 就是網站形式那下方的話呢再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那個listbox 那在中間的部分的話呢加上總共有四個 按鈕 那分別就是說呢一個button向 左向右一個向左然後全部 全部過來全部過去 那這邊也是一個label然後這邊也是一個那個 這個listbox 裡面是空的可以 那加進來之後的話我想你們這個地方只要拖拉過來之後一定會顯示這個 一個 是否啟用這個 這個back 然後呢還有選擇什麼來源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現在如果資料庫目前是沒有 目前是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呢 像編輯項目你可以從這邊去編輯 裡面的話呢加入四個項目 四個項目 那分別把這些項目加進來 那旁邊這邊的話呢是沒有 裡面是空的就可以 那名稱的部分的話呢 一個是這個名稱的話我們取一個叫 LTB 就是 這個listbox的縮寫 然後一個left 一個right OK我想這個地方 那 listbox裡面最大的 這個 可能各位要注意就是這個selection mode 這部分 記得把它改成這個 這個multiple OK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也是要可以多選 所以這邊的話呢也是 要multiple OK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就是 我如何可以 先把這個執行起來 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選這個遊戲 過來 他就把這個項目過來了 這個 過來 然後這個 點過去過來 就是可以兩邊可以移動的 或者全部過來 或者全部移過來 可以左邊右邊移動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就變成我要 他放 四個按鈕 那四個按鈕上面呢 會有四個視線 OK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把界面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程式部分 接著 先把界面部分 按鈕 等下 谢谢大家